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Hey Choo的頻道,我是阿絲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電影就是《狂舞派3》 戲院重開了,大家入場看電影還沒? 看電影還看電影,大家記得用手寫名的方法入場 給點堅持,給點掙扎 坦白說在八年前,即是2013年的時候看《狂舞派3》 的確對於香港有一部禁證能量的電影覺得很鼓舞 尤其是他那句萬能key的電影金句 為了嘟嘟,你可以去到多蠢 真的會令人很認真想一想 究竟自己內心有沒有什麼是一直都很想做 但仍然是沒有勇氣去做的事 這次故事就來到續集了 不再是圍繞少年追夢的故事 而是這班少年他們成長了 就算還有夢想,究竟如何面對種種現實的義理相真 如何去平衡名利和理想 選擇去妥協,還是去對抗一些不公義的事 電影就以演員的部分真實背景去寫故事 講上一班kida,即是Kowloon Industrial District Artists 包括藝人Hana,舞者Dave,獨立音樂人Heyo YouTuber阿良,排舞師奶茶等等 他們因為拍攝狂舞派系列而暫路頭角 他們各人都會以龍城為基地 龍城,即是比喻為觀學 努力去為自己的事業打拼 之後建設集團就以推廣本地文化為理由 就建設了狂舞街,找了這班kida去做項目的代言人 實際上其實是對龍城的開發擴張 間接助長了地產霸權的惡行 故事主要就是圍繞這幾位kida的內心掙扎 在追求理想的時候會不會和初心相違背呢 應該怎樣去權衡意利相爭等等的問題 好了,我就不解釋為什麼是狂舞派3而不是狂舞派2的問題了 因為其實導演在很多訪問中已經解釋過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講這個觀後感了 未看電影的朋友就記得看完再回來看 先講一下這個電影風格 我覺得導演刻意用演員的真實背景去寫故事是挺有趣的 例如顏卓玲飾演藝人Hana 其實就是回應她第一集叫做阿花的這個角色 希玉飾演她自己 就是一位獨立音樂人,是一位wapper 奶茶本身也是會開班教跳舞的 和飾演街仔的劉浩男子朋友本身都是司徒關係 然後故事又會以氣中氣的形式去交代她們 拍攝完狂舞派的第一和第二集 這種寫實感真的會令大家更容易投入故事 而在拍攝手法上面 有部份的情節就會以Docue 即是紀錄片的形式去拍攝 例如另一位音樂人阿佛 他就去紐約訪問相關的hip hop人士 推揚hip hop文化的由來 然後畫面就用對剪的剪接手法 去批鬥狂舞街貶低了hip hop的文化 再加上經常都會加插阿娘 拍攝YouTube影片時的一些handheld自拍鏡頭 這種紀錄片拍攝手法 是令到電影更加有一種真實感 而有一些情節就用一種生動的形式去交代 例如當這群狂舞街的代言人要拍攝造型照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P圖的效果 令到風格上有一種生動有趣的感覺 我自己在這些位置都挺深刻的 另外不得不提就是電影片頭 就是Haio自己藍藍治愈的填詞 在聲效上也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就是可以清楚聽到一些打妝聲 一些斷斷續續的收音機的迅滑聲 以及一些舊式投影機的聲音 我很喜歡這個聲效設計 因為是為電影帶出一種質感 相信在觀塘做過事的人應該都會明白 電影正正在觀塘工業中心一期拍攝 那裡雖然很舊 用的是拉閘 而且是雙層拉閘的升降機 後樓梯看出去的就是對面的工業大廈 這種感覺真的很香港 觀塘有就在這裏 所以這裏的音效設計 是很能夠為龍城 即是觀塘建設一種很有鐵修感 很舊的質感 是一種說故事的音效設計 然後就是以圖鴉文字去交代工作人員 Credit的畫面 用人的過鏡鏡頭 去展現狂舞派3的戲名 就奠定了電影的主題 是跟圖鴉和Hip-Hop有關的 剛剛說到音效 當然也不得不提他的主題歌 就是歡迎來到這座城市 歌曲的開頭就是響起小朋友的合唱 正好配合電影的訊息 Hip-Hop本來就是屬於小朋友的 當Dave去紐約教班的時候 由Tommy Guns這位演員飾演的Stormy 就告訴他 Hip-Hop本來就是來自於小朋友 這個概念也是Tommy Guns 本人向黃修平導演提出的 因為在Hip-Hop的世界裡 只有有B-boys或者B-girls 從來都沒有B-man或者B-woman Hip-Hop的動機和精神 都是很純粹的單純和直接 這個就是Hip-Hop的核心精神 所以用小朋友的歌聲為歌曲開手 就是配合這個主題 在故事上 這份Hip-Hop的核心精神 都是在Heyo的身上展現出來 當Heyo開始沉淪於 為狂舞街寫出一些很劣質的作品 寫出來的歌詞也是極其商業 和沒有內容的 當他有一天拿回一頂錄影帶出來看 錄影帶裡面就是記錄著 小時候的他為了打風而很開心 在Rap的畫面 就令Heyo可以重拾自己的初心 Hip-Hop本來就是一種控訴 是很直接 不需要修飾 是一種真誠的控訴 他不能再寫出好的歌 是因為他想寫的 都不是他的心底話 於是最後他就決意反抗 在電影結尾部分的記者會 唱出這首主題歌 歡迎來到這座城市 去斥責地產霸權的虛偽 和賣弄藝術的惡行 其實這個故事圍繞初心 狂舞派的第一集我們一起去追夢 來到第三集我們仍然在追夢 但要面對的就是一些生活的條件 例如Heyo想做一個音樂人 但他賺到的錢也要拿去交租 Hana想成為一個舞蹈員 但他的藝人身份令他分身不下 也不容許他自由去追夢 阿良就為了令他的頻道賺多一點的view 於是就拍出一些連他自己都不欣賞的作品 他們每個人都會有他們自己的煩惱 而在做狂舞派代言人這件事上 都會有各自不同的態度 每個角色都是陸續出場 雖然都會有一些群器去交代他們有交接 但偏向都是每個角色的各自場口居多 個別去交代他們每個人的各自的煩惱和背景 角色和角色之間的交流是比較淺薄的 而我們都可能在不同的角色裡見到自己的影子 因為他們都是象徵著不同的性格特質 而在電影的中段 由柔和修飾演導演去訪問狂舞派的各個成員 這就進一步呈現了每一個角色的內心世界 令到角色更加立體化 不過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每一個角色的心理描寫 都可以寫得更加深入 例如Dave他的本質比較衝動 我覺得他可以再激進一點 現在的他就好像有點火氣 有他的堅持 但通常他火爆了幾句 就沒有了事情 又例如好像阿良 他是一個比較著重Marketing的KOL 我覺得他這個角色是很有發揮性 是可以更加立體和全面的 例如他可以再指負一些 可能當建設商找他合作的時候 他會因為利益而出賣KIDDA的成員 但因為他內心是有一份測忍之心 例如他經常會去探望那位十方婆婆 當他看到小朋友被人打 被人欺負的時候 他會立即挺身而出 這種測忍之心就是他的初心 他雖然會貪圖利益 但也會因為這個初心 而令到他在結果裏面會浪子回頭 如果劇本這樣寫的話 我覺得就能夠更加帶出人物的心理轉變 以及角色的立體感就會更加全面 也能夠更加緊構電影的主題 在演技上 我覺得每一個角色的演技 都可以發揮得更加豐富 現在就有一種好像道喉不道肺的感覺 去到差不多情緒要爆了 就會剪去下一場 或者會去了交代另一個角色的情況 但如果要說最深刻的話 我覺得BabyJohn 即阿梁的演出是最突出的 比起狂舞派第一集的他 演出貼地了很多 我最深刻的是在狂舞街的記者會上 有幾個孩子在示威 有人把雞蛋拋向建設商的主席 阿梁馬上撲過去 幫主席擋住這隻雞蛋 那一刻他看著被帶走的示威者 還有躲在他身後若無其事的主席 他面上的表情是很惡然的 是很糾結的 究竟這一刻他是站在哪一邊的呢 明明說好是為Kida爭取的 為什麼來到這一刻 他好像成為了奸商的一個擋箭牌 和Kida對敵呢 這一刻的Slow Motion畫面 配上阿梁的這個反應 我是很難忘的 故事裡面唯一的感情線就是Hannah和Dave 他們的關係就好像故事裡面的感情線一樣 都是很平淡 只是蜻蜓點水而已 他們唯一罵過最大的膠 就是當Hannah拍攝恐龍脆脆廣告的那場戲 罵完膠之後 Hannah根本就沒有生氣Dave 就好像完全沒有事發生過 這個也是剛剛我提過的一個劇本現象 每一個角色都是太平 起伏是不大的 令到情節好像沒有了一種張力 連到最後當Hannah和Dave分離的時候 他們兩個都是輕輕地大過而已 只能夠說就是我在他們的演繹裡面 感受到他們應該都不是太愛對方而已 去到這些人生分岔口的時候 只能夠無奈地接受 電影的結局都算是最高潮的位置 交代狂舞街代言人最後一次一起去出席活動 Haio出場就wrap一首歡迎來到這座城市示威 引起了現場的一片混亂 Haiowrap到最後就被保安抓住 我覺得這一場是做到一個張力 Haio的每一下wrap都是不容易的 因為追著她去阻止她繼續wrap的人 是傑而不捨的 她的每一下wrap都是一種堅持 最終的結局是無奈的 悲傷的 就拍著報警板在那裡震 最後報警板是沒有塌下來的 我也覺得是不需要塌下來的 導演就說最後沒有塌下來的原因 是因為她不覺得這部戲是絕望的 但她也不想帶出一個虛假的希望 所以去到電影的最後 音樂就再一次響起 就看到這群kidder各自在跳舞 這就是電影最終的訊息 也是狂舞派三英文名 The way we keep dancing 的意思 就是無論日子怎樣也好 我們都要抱著我們的初心 我們都要繼續去跳舞 繼續為這個初衷努力地走下去 電影裡面阿佛曾經說過 從前有一隻老虎 她為了證明自己是一隻老虎 而走進了動物園 你說她還是不是一隻老虎 我覺得這句話就是把動物園 比喻為主流 體制 老虎雖然有虎威 但因為要覓食 在大自然裡面快要餓死 所以最後也走進了動物園 不再需要擔心餓死 但不能夠再四處奔馳 要困在籠裡 甚至每天都要忙於展現在遊客面前 這隻老虎真的會忘記了 她在大自然覓食時的威蠻和那份拼勁 我覺得導演是沒有刻意去批鬥任何一方 他沒有刻意將建設商主席的形象寫得很討厭 只是反映著一般商人言商時的那種態度和嘴唸 我覺得導演是想大家自己去思考 自由和利益 應該怎樣去拿一個平衡 活在現實生活裡面 我們是不能夠完全避過利益的分岔後 而我們活在現實裡面的確是要錢的 就好像老虎要覓食的情況是一樣的 我們是不能夠完全去批鬥其中一方 而是應該去理解雙方背後的得著和代價 平衡過後去走一條最適合自己的路 而無論你選了哪一條路 都不要忘記自己的初心 就好像這班狂舞街的代言人 他們的初心是在賺錢的同時回歸KIDA 但在中途成為了籠中的老虎 困住了創作的自由 還助長了地產霸權 到最後他們都是返回正軌 在狂舞街的大舞台裏 插出了一種控訴 為自己和KIDA爭一口氣 這就是電影的訊息 就好像電影的最後他們繼續在跳舞 用街仔的跳舞畫面去做電影的最後一個鏡頭 除了是想表達片裏 十方婆婆說的一句話 年青人的路還有很長 同時也想提醒各位想想最單純的自己 初心是什麼 我知道有很多人都覺得狂舞派3 是沒有第一集那麼易血的 有些人就說像紀錄片 有些人就說看完很沉重 我很認同導演說過的一段說話 他就說不想再陳康濫調去拍一些易血的電影 因為就算他把電影拍得很繽紛美麗 看一看現實就知道其實現實並不是這樣 當然每個人對電影的定義都不同 有些人喜歡爆谷片 有些人喜歡銷路片 片種本身已經有無數很多種了 但我更加欣賞有一種類型的電影 正如我之前也說過 對於我來說電影人就是有一種社會責任 令觀眾看完之後會有得像 從而有一種自身的反思 所以我是欣賞黃修平導演有這份勇氣 他絕用一種主流的拍攝方法 去拍攝狂舞派的複製版本 而是做很多資料搜集 去令大家更加了解HIP HOP背後的文化和意念 是很有心的 所以多謝黃道也多謝香港電影 今天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入場支持 如果你對狂舞派3有什麼感覺 都可以在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